台北市長選舉第二場公辦證件發表會 在今天登場 幾位無黨籍的候選人 在發言時段花招擺出相當的吸睛 像是謝麗康二度在鏡頭前 做淋巴操帶觀眾進化身體 另外一位童文勳 則是解釋自己在選舉公報上 最高學歷直列百姓幼稚園的原因 而至於藍綠白三位候選人 也再度的隔空攪伙 他說深蹲換車票 皆能減碳 蔣灣在蔣政策 幾乎現在已經幾乎變成在蔣笑話了 蔣政見不忘批對手天馬行空 台北市長第二場公辦政見會登場 陳時中炮口對準藍白整銀 他常常自誇自詩 他有一個極戰力 是指的就是說 他要磕歸黃水 折頭黃山山果然在強盜極戰力 還借自己的白色力量反三藍綠 我們都不是含著金湯池 出身的富貴世家 我們也沒有辦法憑借的黨政 就可以出人頭地 黑金貪腐 現在他們要把這些舊政治帶回來 你願意嗎 我不知道其他候選人的行程 但是我相信 我沒有時間在餐會上喝醉 更必須時時保持著清醒理智 這場選戰 可以說是一場價值對抗的選戰 民主對抗黑箱 善良對抗側翼 這回30分鐘 掌口掌滿 蔣萬安同樣酸度滿點 撒卡都沒碰頭 已久隔空交禍 而其他候選人搶板面 花招擺出 進化身體 但是毫無意義 北市公辦證件會順利落幕 12位候選人 拼入主市府 比聲量誰都不想 落於人厚 這是黃直播張元杰的報導